有遇到舊愛 妳自己有去想 有想到這件事嗎 或是會覺得尷尬 我沒有想到 因為我人家要謝謝誰 都一片空白 最近可能就是太多事情 太多情緒 像什麼 就是感慨嗎 面對這麼多突然的情緒 感慨就是前長的想法 我覺得有時候有一些感受太多 是很難去把它整理出來 表達出來 我IG打了一篇長文 其實我也是盡可能的去整理 文字對我來說是一個出口 我也真心的覺得 今年發生了很多事情 包含疫情 就今年真的讓人很多感觸 很不感慨 她這樣很安慰風恨嗎 她不用安慰 她其實真的很平常心 而且她 我真的覺得她 她嘴唇發白感覺 發白嗎 因為沒吃東西 對對應該沒吃東西 所以大家都沒吃東西 我舔一下好了 我舔一下好了 剛聽說許光她沒有得獎 韓國網友一萬個人退出直播 真的假的 時間少一萬個人 沒有那麼誇張 有什麼要呼籲一下粉絲的 安慰一下 理性啊理性 還是要繼續觀看 許太太太 沒有 其實因為我不知道這件事情 真的嗎 真的嗎 謝謝他們 但是其實還是可以留著看 因為就是後面還有唏噓節目講 剛剛在台上就是 有遇到舊愛 你自己有去想 有想到這件事嗎 我是會覺得尷尬 我沒有想到 因為我人要謝謝誰 我終於變得空白 沒有辦法去意識到這麼 這麼多 但你知道誰頒給你的嗎 孝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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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妳知道張孝泉 跟誰頒給傳 跟王伯介說 我知道妳希望誰的 給妳唸 妳有請到那句話嗎 我沒有呢 我真的蠻空的啦 就是當時 就是她唸出妳的名字 其實我覺得想借妳這部劇 帶來的效應就是 沒有就是 就是真的很謝謝 被很多地方看到 然後不管是日本 還是韓國的粉絲們 都很謝謝他們 我覺得很感動 妳第一次救援我 妳第一次救援我 沒有 非常只是 不太會說話 感動感動 妳們有寫的歌詞 好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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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葉醫生 沒事 沒事 小時候的事 沒事 謝謝 好的 咳